大家好我是唐浩岳医师 欢迎来到我的医美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 做脸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顺便回答大家常问我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适合做脸吗 第二到底多久做一次 第三什么人不适合做脸 还有做脸的注意事项 我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同时介绍一个城市的秘境 可以让大家又放松又可以做脸的 所谓的做脸呢 在我的定义呢 应该就是把脸做好保养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平常擦保养品或者是清洁 可能习惯没有很好 那就花一点时间请专业的美容师 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做脸包含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深层的清洁 第二呢是毛孔的清洁 第三呢是灌溉我们的皮肤 把一些保养的成分带到我们皮肤里面 让它好好的吸收 那这就是在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做脸 但是有些朋友会问我说 像我是敏感肌 适不适合做脸 那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段做脸的小视频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如果自己敏感的时候呢 哪些部分是要调整的 所以包括就是一般来说 做脸第一个动作可能会去脚子 这件事情在敏感肌的时候就不要做 还有呢还有个睁脸的动作 对于九招肌来说呢 睁脸的时间可能就要短一点 距离要远一点点 这样子就会是安全的 第三呢对痘痘肌来说呢 其实做脸可以做一些物理性的把粉刺代谢掉 所以呢我觉得是有帮忙的 但是就像我之前影片说的 如果今天是要用很暴力的行为去应急 那就不建议咯 多久做一次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你的肤矿跟季节 像现在是冬天 脸可能比较干 那保湿的这些做脸的动作呢 也许可以一周到两周就做一次 那另外有一种人是打完雷射之后 可能一个月的时候有一点反黑的情况 那他可以去做一些美白的导入 这类的做脸 那我觉得也差不多可以一到两周做一次 当然还是要跟你的美容师讨论一下 他使用的产品的成分是什么 不能有太刺激的东西 那至于痘痘族呢 他如果要亲粉刺 要多久做一次 嗯我觉得大概两周 是我能够接受最靠近的时间 但是很重要就是 如果你是敏感肌 那就会建议一个月做一次哦 千万不要急 宁愿慢一点 让脸有时间好好的休息 也可以把有效的成分好好的吸收呢 再去做下一次的处理 最后我想回答一下 什么人不适合做脸这件事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做完脸 皮肤没有比较好 而且越做越糟 那就不适合做脸了 所以只有这一类人 我觉得真心的觉得不适合做脸 那至于其他的人呢 可能就是频率的调整 内容的调整等等 所以这就要跟你的美容师讨论一下 怎么样是最适合你的间距 或者找我们皮肤科医师讨论一下 怎么样是适合你的做脸 那也有人会问我到底去哪里做脸呢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去哪里 主要是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机构 更信任的美容师 那我今天就会去一个 我偶尔会去的城市秘境 让大家去看看 我心目中的做脸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来到一个秘境 那我来到了东森自然美 在甲山林里做脸的服务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会有什么收获呢 我当年在大学的时候 做脸可能跟现在也不太一样了 所以呢 我今天来帮大家实测 现在的做脸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呢 我找了自然美 因为呢 他是台湾的老字号 而且我相信他对做脸 一定有很多的心得 所以今天呢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里就是甲山林的接待能力房 就是我们店长 来进步检测一下 好 其实这我来了N次 但是呢 我最后一次来是11月 所以你看到我其实 皮肤还蛮敏感 有一些血丝 毛孔有一些粉刺 皮肤有一些地方比较薄一点 今天还是先检测一下 再去做课程 哇大家看一下 来这样子做脸的环境是不是很棒呢 哇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后面有很多的设备 其实原来美容的部分呢 也是有很多的设备可以弄 跟我们医美差不多 但是呢 差别在于说 美容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做一些调理 但是像我们医美打雷射呢 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个破坏的过程 或者是他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 或是有点过渡气 但是美容的部分呢 相对就是舒服的 好我们请我们的美容师 介绍一下自己咯 你好大家好 那同一师我直接问你服务美容 谢谢美容师我叫薇雅 然后心急炎能够为您服务 谢谢薇雅 以前一直做脸就是清粉刺而已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呀 因为像我们其实我们会先经过就是皮肤检测的过程 然后呢 让客人知道说他现在目前的肌肤状况 然后呢 比较需要这个加强的部分在哪边 然后可以改善的部分在哪边 因为像我们NB1有四种的课程 好 那我可以根据客人的肤矿 来做一个就是量身打造的一个课程 那像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有分顶级的话就是活肤 活肤抗座的部分 好那像有些可能比较收拎机的客人啊 那他就是会 呃 比较在意一些就是抗老化抗衰老部分 那我们就是NB1的活肤的话 他就是里面的一个 哈佛的一个专利的这个SCT活化的这个干细胞的技术 那另外还有三种的话呢 分别是有深层免白 好修护疏敏跟细致毛孔 那这个呢 都可以根据不同的肤矿去做不同的一个加强 嗯 还有季节吧 对 对啊 像换季的话呢 就特别多是做修护敏感的客人 嗯 那如果说像夏天的话 很多那种游痘机的客人 哦 或是那种七次混合机的客人 他就会特别 想要做这个部分的加强 嗯 那我相信帮你做是一张清洁 其实做脸的部分很重要是清洁的部分 对 大家其实都没有认真的 好好的洗脸 对啊 或者一群人呢 是过度的洗脸 对 洗脸是很多学问的人 对啊 我之前就有一个客人 他就是跟我说他一定要洗五次脸 嗯 他觉得这样子还干净 可是那其实他这样的清洁方式 反而就是会容易破坏到我们的皮筋里 对 对啊 我们反而变成敏感 对就变敏感激了 那其实真正的清洁的话 是比较建议说 嗯 就是做深层的毛孔的清洁 嗯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最后 我们安比较的课程呢 有一个很重要部分 我们会帮你附到一个我们的粉膜 对 那他就可以帮你就是深入毛细口去做洗褥 那是不是有一群人他就是怎么样 也不想反而慎 你有跟他们聊到这些吗 有啊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会怕反费啊 或是一些副作用 对 然后也怕说有伤口的话 那比较有上妆的问题 那有一些人是做完医美 就是特别过来保料 应该也有吧 有很多哦 其实他我觉得其实 美容跟医美就是一条龙的 一个顺序的问题 对对 因为其实像 假设打皮鸟好了 我们就会建议客人他其实打皮鸟的话 有些是想要做出毛孔的那个加强嘛 嗯嗯嗯 那他打皮鸟的话 我们可以先帮他就是把这个毛孔清干净之后 嗯嗯 那他他去做这个 呃就是说毛孔的一个雷射的话 他效果才会好啊 就事半功倍 对 那等一下流程的话呢 跟你简单说明一下 我们这样卸妆清理完之后啊 等一下呢 会先帮你做一个半身的油压按摩 再来自我领部的一个角质呢 化了一个按摩 那之后我们会先增脸 好 帮您就是 嗯 打开毛细孔 那也可以帮助就是后续的产品吸收效果更好 那如果说我清粉刺的话 也会清得更干净一点 我们增完脸之后呢 那我们会依照您的敷口 来看说是不是今天要做去澡质的部分 那如果说您最近有做过去澡质的话 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拿来帮您做其他部分的加强 那去完澡质 我会帮您就是清一下粉刺 清完粉刺呢 我们这时候就是会用按摩的方式 帮您导入我们的清华或复活素 再来呢 就是敷我们最重要的粉膜 那就可以帮您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毛孔的一个清洁 那敷完粉膜之后 我们会上一个化妆水 去帮助他那个皮肤 做一个再次的清洁 一个保湿 那我们在之后再来做肌肤检测 来看一下我们课程后的一个肌肤状况 检测完之后会再帮您上完整的一个保养品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NB1流程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先帮您做一个半身的油压按摩哦 哦 这是最舒服的时候 对啊 我觉得就是SPA 美容跟衣美最大的差别 就是有家按摩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接着来做清粉刺的部分咯 我们是用专门清粉刺用的粉刺夹 一定要先消毒 对 紫外线消毒浆消毒完 然后前后也会再用酒精再特别消毒过一次哦 消毒很重要 而且千万不要用指甲去清 请大家认真看一下 怎么正确的清粉刺 毛孔很小耶 而且其实 集不出太多啊 没什么粉刺眼 其实像我们有持续擦一点酸啊 然后持续再擦新人酸或者是 杜鹃花酸 A酸 其实毛孔的粉刺你就会看到其实是细细的 就不会是胖胖 为您做的是一个精华导入的部分 那我们会用手部的按摩 帮助它的一个 对 精华去加强它的吸收效果 那我们现在先帮你用的是 我们NB丸的一个 修护树米的复活树 那复活树它会比精华液的 浓度还要再更高一些 那里面主要的话 这份就是有一个分子冰 然后鸡血草 鸡血啊 碰尿酸 神经西洋其实还蛮流行的耶 它就是比较修护屏脏的主要成分 那像鸡血草最近也蛮多的 越来越多人知道说它主要的功效 就是在帮您做一个修护 那我接着还会帮您用我们的活肤的复活树 去加强一个基底层的一个活化 那它的化呢 里面最主要就是云枝虫草 里面还有一个白羽山痘 跟霸果来的玫瑰圆肌 对 今天您是做修复敏感的课程嘛 可是像我的客人他说 可是我也想要弹斑耶 他觉得明白已经怀疑 课程中额外去加强导入这样子 那当然它就会有不同的功效 所以就可以比较克制化一点 对 我们都可以帮客人量身打造的 但是那我们接下来帮您做敷粉膜的动作咯 那我们会用到它专门的一个NB1的专利的一个修复树米的粉膜 然后呢 它会搭配一个它专门的精华露 会把它调配在一起 对 那它这个粉的话主要就是里面 都会帮您做一个深度脑孔的一个吸附 在一起 驾驶设计很有趣 这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去做皮肤检测了 我现在弄好了 有没有觉得脸比较亮呢 等一下我们再做一次肌肤检测 看看现在皮肤的情况 粉色应该有变少 当然喔 我觉得我的底蕴还是比较九招肌 其实我也是有点九招肌 所以就觉得学识比较多 好 所以这就是我的检测结果 那感谢大家听到这里 那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在做脸比较有概念了呢 那当然做脸刚才有讲了好几个步骤 里面都有一些相关的细节 包括九招肌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 还有雷射前后要注意的事情 还有可以选择什么样适合的成分 来做一些修复的事情 所以大家记得认真的再回去看 那为了感谢大家呢 我们会有个抽奖的小礼物 大概在两周之后呢 我们会送一个保湿的洗面乳 然后记得要回答 等一下的大再问就是完整的做脸 包括哪几个步骤 所以再问一次 大家这个大再问就是完整的做脸 包括哪几个步骤 所以呢只要你想到的就把它写下来哦 那我们会再抽奖 记得在我的脸书看一下抽奖的结果 还有呢最重要的是要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之后呢我们还会再介绍更多的一些做脸的课程 让大家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偷偷的变美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